正月十五元宵节吃汤圆 有团圆美满之意 本地一些老字号甜点店 多年来坚持手工制作汤圆 也有人为传统汤圆注入创意元素 吸引小朋友吃汤圆 来看记者李正宜的报道 揉搓糯米粉十分钟后 把红豆馅料裹在里头 用牙签设计粉红猪鼻子猪耳朵 再用刷子画上猪眉毛 小猪汤圆就大致完成了 蛋糕设计师赖秀林 四年前开始美逢元宵节 特地为两个挑食的女儿 自制创意汤圆 曾制作的创意汤圆包括 维尼熊 熊猫和卡通人物 大白造型的汤圆 自己做那个汤圆 可能会比较健康一点 因为小孩子喜欢吃 比较有颜色鲜艳的那些汤圆 那有时候我们就会在 那个汤圆的皮里面加 好像那个南瓜粉 或者是红麴粉 然后它有那个黄色 粉红色的那个颜色 然后再画上那些眼睛 或者是小细节的部分 我们可以用那个竹炭粉 制作十粒小猪汤圆 得花大约一小时的时间 虽然秀林不打算售卖这些汤圆 不过她会把食谱 以及制作心得记录下来放上网 与其他妈妈们分享 希望为这个传统佳节 增添一些乐趣 这家老字号甜点店 则延续七十多年传统 手工制作汤圆 但面对需求过剩 人力有限 加上扩充计划在即 汤圆的制作 暂时得转由机器代劳 可能手工的那个口感 会皮比较薄一些 不过我们觉得 现在我们的顾客 大多数都觉得还OK 等一切都安顿好了之后 我们成立的那个中央厨房 我们就会再回去 制作手工汤圆 业者增加了一倍供应 以应付元宵解课量 截至下午三点 店家已售出至少四百碗汤圆 新传媒新闻记者 李曾怡报道